前华仪一姐姚晨是娱乐圈出名的大嘴女星 她凭借神剧武林外传一炮作风 成为金圈炙手可热的女轻衣 如今勾勾手指并获得一元资产 今天阿淳带你了解大嘴美女姚晨的金钱之路 2019年日播剧都挺好上映 姚晨饰饮的女强人苏明玉备受大众喜爱 片酬一度飙升至2000万 如此高的薪酬其实还是要归结于姚晨 一直坚持排优质好剧的原则 2005年姚晨凭借郭富荣一校 成功从娱乐圈18线逆袭为一线女星 片酬直接达到百万 两年以后她又搭到孙宏雷一起造就经典潜伏 身价再攀新高 成为商业价值爆表的巨星艺人 如果只靠着片酬 如何能在乌鱼横流的娱乐圈判登薰荣顶峰呢 因此姚晨用精准的眼光加入投资行业快速捞金 并且开设属于自己的电影公司坏兔子 坏兔子持股最多的还是姚晨与丈夫曹玉 夫妻二人完美掌握公司经营权 除了经营自己的公司 姚晨还同时担任四家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及其股东 丈夫曹玉也不甘示弱 名下掌握的独资就有两家 并且担当坏兔子的监视 这两夫妻的资产合到一起 没有个一元 怎么也受不过去 阿神在这里大胆推测 两人即便是下辈子重生也有花不完的钱 此外 坏兔子投资了两家公司 另一家是疯兔子北京文化公司 公司法人以及股东都是他的经纪人张磊 另一家是北京至悲意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和最大股东是姚晨好友 易丽敬 坏兔子的名字虽有些坏 但人家出品的影片票房可真是不一般 2018年10月5号 由姚晨马依丽连英主演的电影《找到你》上映 坏兔子正是该片的出品方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姚晨的老东家怀疑兄弟 靠着这部小成本电影狂了2.62亿元 身为出品方的坏兔子 从中间取差价至少要有几百万 作为投资人的姚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找到你作为公司投资的第一部电影项目 收益大大超过预期 于是他开始大刀扩斧进入投资界 2017年 姚晨平静敏锐的商业嗅觉 选择与科技大佬李开户等精英人士合作 并成为该产品的明星合伙人 娱乐圈明星一般的投资很少会选择脱离掌控 而姚晨反其道而行之与科技圈联手 目前这一家公司生产的智能音箱 与其他尖端科技 一起流向世界各地 受到全国50多个国家的喜爱 其中囊括745个国家 身为合伙人的姚晨 至少能够从中抽取几千万的奖金 只是这样带有前瞻性的姚晨 却在2019年迎来了重大翻车 据知情人士爆料 姚晨投资了相当暴力的项目 吞了无数人的巨汉钱 此事已经发布旧甚销城上 姚晨何时一一地发布一条文艺生活动态 话语间充满调恳 只字不提网上留言 后来其动用强大的关系将事件彻底压下 舆论也就此落幕 事情的真相究竟怎样 身为吃瓜群中的我们无从知晓 身为吃瓜网友的阿晨 只想说一句 明星因正确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不要随意伤害粉丝的心 而作为粉丝的我们要懂得辨别是非 正确维护自身权益 人无完人 身为明星的姚晨也难以避免 但伤害过后的她 之后越来越好 就说当初姚晨与渣男代表林肖素相恋多年 最后因各方面原因离婚 她并未在网上说前夫一句坏话 只是平分北京的大豪宅 如今这套房子的价格起码千万起步 离婚后的她迅速在北京关乎国际 买下一套将近200平的房子 事业也如春后竹笋一样蓬勃发展 电影《武林温传》仅三天 票房就已经高达5000万 最后姚晨从该电影中获得的片酬 也达到百万 事业上春风得意 爱情也如鱼而至 姚晨与摄影师草玉迅速结婚生子 成为娱乐圈模范夫妻 两人的爱潮也被曝光在公众面前 根据姚晨平日晒出的豪宅内景 网友推测出豪宅是一个两层的独栋别墅 光是从别墅外不看 就可以闻到金钱的味道 说到独栋小别墅必不可少的就是独立车库 面积是相当的大 透过以前姚晨晒出的全家服务们可以看出 她的家装修简单 却非常温馨 装饰品很少 家人的照片很多 每一处都透露着幸福 当然这只是姚晨现在在居住的豪宅 没爆出来的房地产投资更是不在少数 有了固定的投资收益 姚晨不再为生活发愁 只挑喜爱的事情来做 尤其是孕后付出的她 穿着简单的脸衣裙 却佩戴万元珠宝开工 浑身上下都传递着一句 我很富有 出来工作只是为了消遣 她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周末带他们参加儿童户外攀岩 阿晨这时候就要说了 儿童攀岩因为存在一定危险系数 所以价格会非常昂贵 一般家庭是难以负担的 生活中土豪 拍戏时穿的名牌更是让人看花眼 平常钟容下 带着奢侈品萧邦的 HappyHealth系列的新型吊坠 充满活力 某都售价18000元 奢侈的项链有了 豪表代言已分治他来 其中明表百年灵役 姚姚晨作为全球品牌代言人 给出百万的代言费 日常中姚晨十分低调 但只要进入角色 就会变成令人赞叹的实力演员 2019年 她用精湛演技诠释苏明玉 不过观众的心 但里面的穿达也是相当吸睛 姚晨初次出现在名家 穿的是戴伊格莉斯 虽是国产价格 却相当昂贵 售价直接飙到一两万 一起搭配的包包也是 斯林家的经典年预报 官方售价18000元 颜色与款式相当符合角色身份 就连一起搭配的鞋子 也是Straight Westman 简单的一双鞋子 售价也在七八千左右 当姚晨出现在公司时 戴的手表来自小邦 Imperial系列 她的表盘相攥 起库直接十万元 手上拎着的冰色包包 已是来自奢侈品牌 售价也在一万八千五百元 这还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他奢侈传达就不一一细脚 看到这里 阿春忍不住感慨 没有成功是随随便便获得的 姚晨能有如今的身价 不是简单得来 是因为普通人的我们 需要更加努力 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加油